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訊節目 大家都知道,今早的節目是關於格拉莎 給萬元球迷的公開信 歐洲足協可能如何罰球會,就是昨晚錄的 因為海景是晚上來的 誰知道 今天就有些跟進的消息 昨晚發生了一些事 包括萬聯球迷的信託 MUST回應了格拉莎的公開信 你現在說就天下無敵了,看看你做點事才算 不知道會不會舒緩 即是利物浦那場球,原本說會有機會有示威行動 但現在可能 不知道會不會舒緩了 可能人會少一點,因為格拉莎就很像 願意多點跟球迷溝通,甚至乎可以接受球迷有些話事權 正如今早的影片所說,正觀其變 看看他 只是說 還是說真的能做到事 第2個跟進就是 歐洲足協罰 那些12間球會 真的有個初稿 因為 昨晚Fabricio Romano 我看到Manchester Evening News或其他媒體 都報道了 說真的 那9隊 即是 黃馬巴塞和祖雲達斯 另外9隊的罰則 真是很輕 為甚麼呢 罰甚麼呢 罰9隊加在一起 要付 1500萬歐羅 給一些 低水別聯賽或青年聯賽發展 即是 這些錢是用來發展基本的足球 1500萬除9 即是一人都是 一千多萬都不用 1500萬左右 然後另外還有罰多一件事 就是 歐洲足協的分成那裏 就會扣了 5% 即是下一年 就會扣5% 稍後跟大家計算一下 究竟5% 是甚麼概念呢 當然 重中之重就是這裏 就是說 如果 他們真是再去踢一些 未經歐洲足協批准的聯賽 就會罰 100個million 這個罰款 另外 這個同意書 你任何東西沒有遵守的話 都要罰 五千萬歐羅 OK 即是如果你又不遵守承諾 又去打其他的比賽 結果 其實TOTO就應該要罰 150個million的 歐羅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這件事 他們要正式脫離 歐洲超級聯賽 這個公司 即是這個project 這件事最重要就是最後 為甚麼呢 我之前也跟各位說過 這九間球會 其實現在都想用了一個拖字決 那邊他們也不退會 但這邊又要看看 如何回到歐洲足協 但歐洲足協現在就說 我真的罰你很少而已 稍後我們會計算給大家看 究竟罰多少錢 但問題就是 你一定要退出 另外三間球會 那三間未知怎會罰 歐洲足協還在談 正如我今早所說 還在角力 玩手機 黃馬巴塞和祖雲達斯 在歐洲超級聯賽的project那邊 如果你們九隊退出的話 我們就會有機會追回一些 傷害 或者分手費 所以那裡又不知道多少錢 但看個勢 現在九隊球已經 歸了邊 應該去了歐洲足協那邊 看看 究竟 那三隊 預下的三隊 會不會追究 追究那裡又不知道 法律上有多少錢 以及有多少法律訴訟 所以 歐洲足協 這次的做法 都是有點毒的 就是什麼呢 嘗試 分化你們十二隊 拉回九隊 等你那三隊走飯 所以 也是那句 暫時歐洲足協和另外三隊 都仍然在角力 中間那九隊 包括萬聯 感覺上好像做了棋子 說真的 這次真是失敗了 我們做了棋子 好了 有趣的地方 除了這個罰則之外 我這件事 只是看了日常郵報 我嘗試上網找其他資料都沒有看到 官網也沒有說 格拉薩也好像想釋出 善意 就說 這次歐洲出去罰我們那些錢 關於歐超聯那些 他自己個人承擔 即是說格拉薩家族會付 但是這件事 我暫時都未找到一個 比較可信的消息 所以大家就 先相信 未必是真的 但是當我看 究竟罰款有多少呢 我就覺得 也有可能 為什麼這樣說呢 儘管給大家看看 出動我的Excel 因為這個 真的有條數計 消息來源就是 Manchester Evening News 他就介紹了今年 我們萬聯 在所有歐洲賽 包括 我們在歐聯 踢小組 歐霸杯一直 由薩爾強進級到現在決賽 究竟我們的 歐洲主要分成 有多少錢呢 大家一看就知道 踢歐聯和歐霸的分別是超級大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看到那個藍色格子 在歐聯那裡 我們只是踢小組賽 就已經分到 1500多萬的歐羅 由於我們在小組賽 贏了三場球 每場球就有 270萬的歐羅 所以總共 有810萬的歐羅 所以我們只是參加了小組賽 贏了三場球 就已經可以在歐聯 分到2300多萬的 歐羅的錢 OK 好了 之後就不幸運了 不是不幸運了 其實是自己渣 就跌了到歐霸 歐霸基本上你參與 有2.92 就是差不多300萬的歐羅 但是每場球呢 32強 0.5 即是500萬的 就贏了蘇斯達這場球 受到強贏米蘭 好少少 有110萬 8強對格蘭德達 150萬 剛剛4強贏了羅馬 其實不是一場球 是兩場球 才得到240萬 好了 去到決賽 去到決賽 參與的球隊 有450萬 如果贏了 就多400萬 所以我當我們萬聯贏了歐霸杯 在決賽那場球 就有850萬 在歐霸總共 由32強一路踢踢踢踢踢踢到決賽贏了 總獎金 只有1000 也不夠700萬 的歐羅 所以大家就知道 踢歐聯和歐霸 真的差很遠 另外還有一個 轉播費的分成 電視的轉播費分成 就有2000萬左右 萬聯分成 所以總共 我們今年歐洲賽 收入 就是6000 萬左右 剛剛 歐聯的分組賽加歐霸的 去到決賽贏了 加上TVrite 分成6000萬 歐羅 大家要留意 當然在一個正常的球櫃 這個只不過是收入的一部分 因為門券賣票 我們都會 賺到錢的 但是今年就沒有 但是 罰款那裏 據我的理解 只是罰歐洲 分給你那些 門券就應該不算 所以 剛才所說 如果計算5% 5%是多少錢 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 300萬歐羅 如果 明年就像今年那樣 明年如果一直歐聯踢下去 贏了歐聯決賽 那個錢當然會比較多 暫時是一個未知數 我用今年作為一個例子 其實格拉撒要付的錢是多少呢 就是300萬歐羅 再加上 總共159對分 要付多 百多萬 去做那些 基本的足球的資助 他們這樣 我當你兩百萬 總共其實都是 500萬歐羅的錢 老實實 以格拉撒家族在曼聯 拿了的錢 拿回500萬出來 算是一個什麼 對嗎 所以 看上去 格拉撒說 我真的會為曼聯付出 這個 關於歐超聯的罰款 真的有可能 因為說的是 很少錢 500萬歐羅 亦 相對來說 就是告訴大家 這次 歐洲足業 就擺明 罰錢 只是名義 實際上 就要分化 12間 歐超聯的球會 拉回9間 看看那三間 如何就範 我們下一步 就要看看 那三間球會 黃馬巴塞 祖雲達斯 老老實實 三對球的經濟 都會有問題 會不會 發窮惡 怎麼搞呢 真的不知道 因為昨天 今早的影片 都跟大家說過 最大的懲罰 可能 是兩年 沒有歐洲再踢 包括歐聯 包括歐霸 這三對球 究竟 兩年沒有歐洲賽 的損失大 還是 歐洲賽沒有了他們三隊 的損失大 即是兩年 這個 真的 有排計 所以 這個 遊戲未完 好在對於萬元 除了 那三個球會會不會 告 另外那九間球會 退出歐超聯 這件事未完 之外 歐洲足球那邊 看樣子就解決了 還有那個罰則 說真的 比較輕微 加上最後 究竟格拉莎 多有誠意 去 改正之前的事情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 一直會繼續跟進 OK 這節來到這裏 大家去留言說一下 你們覺得 格拉莎現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已經足夠呢 以及你們又覺得 那三間球會 會不會發難窄 發窮惡呢 OK 多謝各位收看收看 拜拜